好 这回呢美国A1牛排酱被咽出了一级的致癌户 独家独物的专家表示可能会增加血癌淋巴癌的风险 台湾有一款瓶装类似的产品 业者强调跟美国的完全无关 使用的是本地食材生产制造 上牛排在煎台上煎到表皮为交 大约五六分手准备起锅 酱料随个人喜好 不少人喜欢加这款红人A1牛排酱 这款是台湾制造没问题可以安心使用 但如果您吃到的是美国进口的A1牛排酱要当心了 因为食奥署在边境检验 拦截一批不合格的美国A1牛排酱 都已经下架 都已经下架 点出来以后我们会回报给卫生局这边 实际问到进口商业者不断强调问题产品已经下架 食奥署说可能是美国A1牛排酱 其中的新香料有农药残留 导致被咽出还阳以丸 美国的一瓶药价近五百元 边境茶货不合格产品 122.47公斤销毁或退运 台湾的红人A1牛排酱价格相对清明 促销价还不到百元 合格没有问题 不少店家像是孙东宝或是平价牛排馆等 都使用国产红人A1牛排酱 口感也有不少客人喜欢 主要成分就是有一些蔬果类 然后会添加一些醋啦 还是什么大蒜来体味 所以吃起来会比较酸酸甜甜的 美国A1跟我们台湾红人A1 是属于不同公司的 我们台湾红人A1但是在地生产的 业者感应澄清自家产品跟美国A1牛排酱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还阳乙丸属于毒性化学物质 吞食吸入都有毒 美国A1牛排酱减出致癌物还阳乙丸 不只边境改为逐批查验 新北市卫生局也把进口业者 列为重点查核对象 不定期抽验进口产品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 停呆 both